製造過程當中 用泡冰水來降溫 大桶冰水來降溫 那它的缺點 就是它的原汁源未容易流失 那肉質軟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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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們這個毫無食堂所使用的雞肉是 恰布的這個氣冷機 那它是用 冷空氣來降溫 所以用冷空氣降溫的雞肉 它能夠保留 這個雞肉的原汁原味 所以它會特別的鮮甜 那另外我們毫無食堂的炸雞 是用日式的工藝 那也是捷徑 捷徑標示的這個配方 所以它吃這個毫無食堂的炸雞呢 它不會覺得 會口渴的 那因為它少 少有 低脂 所以它特別健康又好吃 所以這個是 希望 都不好 這個日式工藝的炸雞 來推廣 我們的這個氣氛是一樣 很明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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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來講今天的高西夾 對 加長大現在的小夾 後桌也是三香 麵條還有香腸 越南 還是北 還是 是幾個位 對 是 真的是好的品牌 好的產品 我們好富食堂 是台中第一家粉店 當然消費者很無牌 不認識 可是它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它的肉品非常的好 好 G G